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海岸之声 我是主持人唐文文兵 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 再来分享我们部落的文化故事 我们今天非常高兴的就是 在最近在我们东部地区 尤其是在我们台东 金峰乡 我们讲的南回四乡镇 包括金峰 太马里乡 大午乡 还有达仁乡 这四个乡 大部分的原住民 都是以排湾乳为主 那我们最近 尤其是以金峰乡地区 对原住民的传统的作物 小米 红里 树豆等等 不断地一直都很积极地都在推广 那尤其是以小米为主要的一个 推广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作物 甚至还研发了许多创意的料理 希望让我们原住民的传统的 这样子的一个作物 变成一种创意上的一些料理 能够推广到我们一般的普及到台湾的社会当中 而且有许多的我们部落的青年 也返乡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推广 的一个这个研洗活动或是这整个计划 希望把我们部落的特色产业能够推广到更广 也让我们部落的经济有所改善 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我们金峰乡两位 这个非常有为的亲眼 也是返向到我们部落里面来呢 来参与这样子小米推广或是原住民传统作物的 这样子的一个种植或是料理上面的研发 好 首先我们先介绍第一位 第一位是我们的高师忠 也是在部落里面成立了产销班 同时也好像也成立了代庚队 也好像也组了一个公司 等一下他来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 好 时钟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台东县清风乡兵茂村的四钟 四钟四钟 浓鲜河渡恰到好处 我的三弟名字叫金纳粉纳 大家好 看到我们四钟跟我们打招呼后 就知道非常乐观 非常积极的一个有为的青年 好 第二位也是我们部落料理达人 尤其是针对我们小米的这种创意的料理 他非常有研究 而且非常有兴趣 好 我们的志强 曾志强 志强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我们叫做曾志强 原住民叫做Ribbo 大家好 好 非常欢迎两位来到我们东海岸之声的节目 那待会儿透过你们个人的经验 要跟我们观众朋友一起来分享 把你们的故事来说给我们听 我相信透过我们的节目 很多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 尤其是我们部落的青年 希望透过你们两位的经验 也能够回到部落来 来帮助部落里面的产业发展 好 你们要分享你们的故事之前 我们要先看一则我们的报道 小米原来可以做成珍珠丸子 起司烧麦 甚至是杯子蛋糕 满桌美味的小米料理 让人食指大动 为了推动部落观光以及文创产业 台东县政府21号开始 举办为期三天的部落小米创意料理研习 成果发展会还邀请现场民众试吃 小米是全国产量最高的县市 所以说我们希望是说 藉由今天小米的产业 未来我们小米在这边生产了之后 然后带动小米的一些食品 然后也顺便带动饮美食 还有文创产业 还有我们的那个部落旅游 把它三个结合起来 让更多的游客来认识 我们原住民的文化 小米料理创意美味 变化多元 族人也学会小米创作料理 民众吃的小米虽然跟以往认识的传统料理不同 但还是品尝得出小米的滋味 我吃得出小米的那个Q Q弹的口感 吃起来就是非常有原住民的口味 结合族群文化与特色 发挥创意让小米美食多样性 族人展望未来能在部落美食注入更多的新元素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我们今天呢 跟大家呢 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小米的推广 还有这个小米这个作物呢 那透过很多的一些研发 现在呢 已经变成有一些是跟创意料理的结合 它变成了部落的小米产业呢 正在推广当中 那我们今天呢 来到我们现场当中 两个部落有一个青年 市中呢 是有这个种植的经验 那我们的自强呢 这个是对料理很有兴趣 那真的不容易呢 这个年轻人回乡做农 我想可能要先请教一下市中 为什么会想说 回来来做农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这样子讲恰不恰当 那还有就是说 小米这个从种植一直到收成 它大概会经过什么过程 然后呢 这个大概是什么时候种 大概花多久的时间 小米会收成 先从你为什么想要回到部落来 种小米 这个说起来是一年纪会之下 这三年前我原本是还是个军人 然后因为家庭医术 然后又卸甲归田 回到家乡来 然后退伍之前有规划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我想要做某一个事情 做某一个事情 或者是我的未来是愿景是什么 这是所有退伍军人 是一贯的作风 我有规划 我想要返乡做什么 但我没有一个规划是要务能 但是然后回来之后发觉外面的社会跟军中 还是有所差别 不是想的那么的简单就可以把事情做得非常好 或者是碰到很多困难 不是我们之前想的那么的完美 然后也是有碰过 第一年也是碰到了第一潮期 也是怨天尤人 就是说不得志 这个都是很多人会碰到的 只是我的运气很好 因为我们一个很棒的一个金风箱公所 他把他一直很吉利的在推广说农场品的部分 他把自己当成农会 把自己当成 把自己当成 推手一样 对对对 农业推广的推手 是 然后他带领了很多年轻人 对 他把 他会有很多的想法 我们的前厂长张正辉 还有我们的农官科的客展夏立庆 他们厂长会办一些小型的座堂会 观摩会 把我们一些返乡的青年的想法 他们会聆听 然后会告诉你们 然后我也是因为机会之下进入了公署 做了短期的农田农地的调查 调查员就那三个月去看看这块地种了什么 然后这个VVV这一期有做什么 然后进去之后才发觉说 原来我们在外面抱怨那么多 然后进来机关之后才告诉说 机关为我们做了那么多 也是因为纪念之后才在说 原来务农有一些不错的契机 还有不错的发展 也碰到了一些现在面临的问题 所以你是从这样子的一个机缘之下 开始认识部落的土地 认识部落尤其是农作物的一些背景 是是这样子讲的 是是是 所以你才会这个转型到这里来 那很不容易也是自己也投入了 是 也很肯学这样子 好 志强那您是也是以前也是在外面工作吗 然后再回到部落还是原来在部落 那也有从事农业吗 有做农吗 有种小米吗 对 之前我也是 是跟高大哥一样 我也是从军 是在军业生亚九年之后 把时常休假放假回来 看到人家在务农 我们身为年轻人 有时候会跟老人家一起 才发现说这个小米啊 红礼啊 我们自己工作上面 那个收获心情是不一样的 那我也在军业生亚上面 遇到了一些瓶颈 各我各人 那我也觉得 回山下务农不是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因为人家有遇到很多喷嚏 人家喷嚏我说 放弃了一个高薪 一个月四五万 回来山下为了务农 做这什么红礼小米的种植 然后收成去结束这些 那我自己个人也是觉得说 我不怕人家说什么 我觉得我喜欢这份工作 我喜欢从事这个务农 我觉得发现我在这里面 可以让我觉得很自在很轻松 还有很多话 然后之后就接触了这个红礼 之后还有小米 我就觉得放弃军中生亚 之后来回反乡 所以刚才两位也是一样都 曾经在部队里面服务 然后呢这个时间到了 就到部落里面来 但是呢到部落来 从事完全没有接触过的 是 都没有接触过的 农业这一方面 而且呢从原住民的 最传统的农作物开始做的 是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小米 那待会呢 譬如说碰到树豆或红礼 然后你们两位搭人 也可以把它给 这个一起来跟我们分享你们的经验 所以我想说 先让我们的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小米的种植 大概简单 简术一下 还是适中来跟我们这个分享 小米大概会花多少时间收成 小米它的种植成长期是四个月 四个月 但是我们会在一年小米有两次的时候 或者是春作跟秋作 春作的时间是由12月来整地 所以它一年收两次 一年收两次 一年收两次 它由12月来整地 整地就把它除草 然后翻土部分 由1月开始播种 1月播种之后 然后就 大概5月收成 有人会讲说为什么 不要2月3月重 你可以2月3月重 但是你会碰到繁迅期 碰到台风 所以一定要在台风之前 先把它收成完毕 6月之前 对 收完之后 你还有 6月以后一季台风 7月8月台风就来了 所以你一定要 4月或4月底 5月初收成 还有很大的太阳 才可以曝晒 所以这是一定的 这是老人家智慧 要把时间抓得好好好 所以不是说3月可不可以重 3月可以重 但是后续的成长期 你碰到的很多的困难 问题 除了天后的注意之外 那还有什么 比如每次我们有听到鸟害 这个鸟害有没有非常有效的方法 鸟害像我们传统部落的 有关鸟害的部分 除了最简单就能力的 放鞭炮的 或者是拉绳子的 用那个罐子 里面放石头 都要拉 这个有效 这个时间久了 还是会有一点点的 一点点让鸟会有惯性 就就是说 他习惯了 习惯了 他也不怕了 对对 你放个鞭炮 他有在过年 他给你拍拍手了 这个就是 所以说我们要轮流交换用 像稻草人 我们会放稻草人 是 然后不同时间要换位置 要换衣服 然后有的时候用鞭炮 有的时候拉罐子 然后有的时候用制造的声响 但是人要在天里面走动 所以都是要人力 现阶段我们台东的农改厂 它有研发出一个太阳能的干凉器 效果还不错 所以这个降低了很多能力的成本 跟时间消耗 是 那这个我们小米要不要试什么农药 或是什么的 有没有虫害 有 还是有 那怎么防治呢 这个还是要有高大哥这边 因为高大哥这边 可能会比较了解 我们是知道有虫害 还是要去打一些 还是 还是要有一些 但是就是用有机的 用自然农法的 是 像这个部分的话 台东县农改厂 他们常常下乡到各个部落 来推广这些有机的防治 就是农害 那个虫害 病虫害的部分 他们也就有一些专业的做法 比如说像生病的话 我们会把生病的植株拔掉 拿到田窝外面去烧 免得它会污染 对 要立即拔掉 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 旧有的观念 还是觉得说很可惜 但是你不除掉的话 你会瞬间的扩张出去 所以要立即拔掉 拿到田间去烧掉 不是拔掉就丢到田里面 它持续的污染下去 虫害的部分有很多的 有很多的处理方式 例如说黄色黏鼠板 或是现在我们还有一个 树立菌可以喷洒 树立菌它不是随随都可以喷洒 它的药效还是有它的 有限 也对 它很怕紫外线 很怕它大太阳 就是在差不多四五点 就是黄昏的时候 阳光照射没那么重的时候 你来喷洒 或是夜间喷洒 对整个效果会非常的强 它会 对 它会有抑制作用 它不是杀死 它会有抑制的作用 我知道树立菌是一种有机的 是 然后它比较会对那种额类 是 尤其是在结税前开花 那个时候很多额类 蝶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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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产卵 树立菌就好像 听说这个画面就有比较效能 是 是 好 那我们大概了解了这个小米 其实小米真的 它真的是一个需要 人陪伴的作物 我这么说 因为它从种植一直到收成 你稍微一疏忽 那个鸟就来了 甚至好像连动物都会来吃 是 好像这个靠近山边的 好像山猪也会来吃 山猪来当零食 当零食 所以它真的是要有人陪伴 呵护的一个植物 但是收成的时候它会回馈我们很多 是的 那现在我们继续要谈的就是 小米怎么样回馈我们人 据我所知道的小米 它不但是刚刚我们在提到的 尤其是小米的文化 对我们自己台湾原住民 尤其是台湾卢凯族 对小米的那种文化的神圣性 非常非常的注重 小米收获记收获记 就是为了小米而收获 而举办的一个祭典 所以小米是一个很神圣的 那我想请教我们志强 你所了解的就是 以前我们的VV 我们的长辈们 来料理小米的时候有哪几种 它到底以前老人家 怎么吃这个小米 我只知道煮稀饭 还有别的吗 小米我们经常老人家都会 像平常早餐或者是餐点 都会用一种糯米 倒米之后来做一种珍珠碗 像丸子这样 来当我们的零食 一定要倒米 把小米倒黏 黏了以后下锅烤起来就有 像丸子一样 那也是三成零食或者是 那要水煮吗 对 水煮 里面要不要包东西 就不用 其实就是 你看里面要不要包肉 里面也可以包肉 就下去 就很像我们如果是用麵粉团 对 类似 但是它是小米 整个已经把它去做水煮的 这样的传统的方式 稀饭 三地饭 平常来吃 三地饭 加野菜的那个 山上公司 这个好吃 山上公司大宝是可以的 野菜粥 野菜小米粥 要不然就是我们阿白 阿白 就是我们最常吃的阿白 小米 就是用叶子 也用叶子包 那个什么 一盒 那个桃叶 或是甲酸姜 这样子给它包起来 包一些自己想吃的一些肉 还是叮叮 那有做饮料吗 小米 小米酒 小米酒是自酿的 自酿的 你会做吗 目前还在学习中 这个必须要有一定的技术 调和才会酿出比较好喝的小米酒 对啊 那传统的料理 传统的料理大概可能以前 那我们的老人家们 都是为了温饱肚子而已 那以前小米就是我们的主食之一 主食之一 那我们以前呢 种植的好多 我记得小时候整片山 几乎家家户户都种小米 那现在可能因为被稻米取代了 或者是面包 或者是馒头等等其他 甚至西方来的素食的文化 结果呢我们传统的文化的 这个农作物呢 慢慢慢慢的 这个又被遗忘了 但是呢最近啊 好像又复苏了 所以呢等一下我们节目再回来 我们再来讨论说 怎么会发想这样子的一个创意料理 譬如小米蛋糕 刚刚我们画面上面也看到了 有饼干啊还有披萨 还有等等这些 都结合现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饮食的习惯 但是呢它的作物呢 就是用我们传统的小米来做的 好我们休息一下呢 待会一起再聊 欢迎回到东海岸之声 我们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米这个文化呢 里面所研发出来 尤其是现在小米创意料理这件事情 甚至小米产业的推广啊 其实我们都知道小米呢 在我们台湾原住民的社会当中呢 小米跟原住民主是习习相关的 一个农作物 怎么说呢 我们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小米呢是祭典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精神的一个文化的一个精神 从小米的播种一直到收割呢 中间呢会有经过非常多的 针对小米所进行的一些技艺 所以呢小米对原住民来讲是非常神圣的 那不管是它在文化性 还有小米呢也是原住民的主食之一 那将来呢小米呢开始呢又在做推广的这样子 小米产业的一个文化 经济产业的文化的一个推广 好那我们今天呢再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刚刚我们有提到了 就志强刚刚跟我们分享的是 这个小米的传统料理的一些用法啦 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个阿白啊 野菜粥啊 甚至于刚刚你提到的 包起来里面可能包肉啊 它变成一个 像是一个糯米团一样 圆圆的在水煮吃起来很好吃 很多种的传统的一个料理的方式呢 那我们今天呢在我们的这个现场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个 跟我们的现代的创意的这个想法呢 给它结合起来的一个小米的这个料理 那志强是不是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怎么会想到你会去研发 或者说你会参与这个小米的料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参与这个 创意料理的这个事情 这也是从我在务农之间有 各地方都有开过这个课 从中都有开过这个课 去学习上课之中 会让我觉得结合 做出自己想要的一些创意料理吃起来 都会自己都会比较有一些感触啊 会觉得其实我们的小米 没有那么的拘谨 可以比较多元化 那你可以用起司蛋糕 我们政府还有很多参与个人 想要结合西方 或者是你个人有一些创意的形态 来做出来的料理 让自己也可以给别人分享 你自己有一些巧思跟创意 然后我觉得这样做起来 我们吃起来也会让大家觉得 小米不是居属于我们像老人家那样子的一个方式 不是只有在那个传统的方式 对 传统的方式 只有几些可以给它结合起来 那你们现在研发的大概有几种 你所知道的 你自己本身也有在做吗 对 你自己本身在做 你也有在学习 其实这个 大概有几种现在 很多种 很多种 十几种 因为这个参与个人的参与 对 你自己本身 你自己本身现在有拿起来 桌上现在 桌上我今天带来就这三个 是 这三个 第一个是 桌上那边看是小米饼干 小米饼干 然后再来是小米珍珠丸 小米珍珠丸 再来是小米起司蛋糕 起司蛋糕看起来那个 对 起司蛋糕 非常非常的 看起来好吃 这个也是模仿提拉米酥 来做成的一个 但是就是以小米 结合小米 结合小米 所以小米要把它 用成粉 对 那一粒一粒的 这个它的底座 我们是构式以小米饼干 小米饼干来做的一个 醋料 然后成饼干我把它弄碎了 所以双子在里面结合 它的底座是小米饼干 然后上面加了 起司啦 面粉 然后一个酸奶 那但是酸奶 比较不常有人用 柠檬跟牛奶可以替代 这比较 取得这个元素 会比较简单一点 是 来双子在里面 然后再拿去烤箱里面 来烤一下50分钟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个是比较 倾向是烘焙的方式 除了有看到烘焙 那还有其他的吗 譬如 有蒸 蒸子类 对啊 蒸子类的 就平常就会比较炸 可以用炸的 都有 小米蒸汁碗也可以用炸的 也可以用炸的 对 我是煮蒸煮的方式 来做的 因为这个口感会比较鲜 好 重要的是现在买得到吗 现在 会到我们的市场啊 有没有 或者是哪里 这个目前现在还在 努力当中 努力当中 就是要量长 又或者说要大量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种 要克服很多的一些 对 像这个产品在我们部落 有很多部落厨房 都有在推动 像 所以要先订咯 对 像蛮著名的香兰 香兰的他们有部落 他们的香兰的小米工坊 泰马里的香兰 对 姥姥兰那个小米工坊 是是是 他们也有 我们的一些串义料理 是 然后新鲜 金枫香的新鲜的 部落厨房 他们都有他们的 所有的小米的串义料理 不含 包含主食 餐点 都有 还有甜点的部分 饮料他们都有 有不同的社区 不同的部落 有不同的部落厨房 都可以有不同的料理 可以每一个地方都去吃 互相比较 互相精进 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也 变成是整个 刚刚我提到 我们提到的就是 南回这个四乡 是 从金枫泰马里 一直到大武达仁 是 目前 就是说大部分 这个小米种植的量 市中你有大概了解吗 现在大概量够吗 现在量 面积或者是它的产量有多少 你这个有没有研究 这个 这个 其实我们 具有所知我们的 南回四乡镇 最大的场地是金枫 然后 其实我们整个金枫箱 以金枫箱为主 金枫箱的杂粮产销班 有八个 然后每一个是四十公顷 加起来我们 种植杂粮或小米的部分 应该有三十十公顷 是 那上我们一公顷的产量是 1.5公顿 小米的 是 1.5公顿 但是近年来 因为 很多外在因素 是 例如说 部落的那个老人家 可能是体力 没有办法符合这个体 没有办法种植 或者是 年轻人没有想要 承接的部分 还有 部落的农人 会有一种 什么价格好 我们去种植什么价格 会导致很多小米产量 有一种一窝蜂的 看哪一个 哪一种好 就价钱好 就一窝蜂 结果呢 可能第二年就 往下跌了 所以导致现在小米产量 非常的低 是 是非常低 所以物以细为贵 所以小米的价格 在持续的还在攀升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不想种小米 因为小米 它虽然是我们的文化 虽然是我们的粮食 是我们的传承 但是就是你要耗太多的 能力 再下去种 它不像我们在平地一样 可以有机械化种植 我们原乡部落都是斜坡 很多机器很难在斜坡上操作 导致很多都是要 亲手下去播种 弯腰下去除草 肩拔 采收 所以这个要耗很大的体力 导致 不过小米 小米它生长的那个地 环境 是不是也是适合山坡地 还是水田地会不会太潮湿了 它适合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环境 小米是属于耐旱性的 耐旱性 所以山坡地很适合 因为它雨下了之后 它马上就排掉了 如果你放在田地里面 它容易积水 它根 就烂根了 对 但是我们有很多的处理的模式 对 处理的模式 比如说在田里面有个沟渠 排水 做得非常的好 还有你的土地的养殖方面 你不能用那种粘土 种稻米的粘土 来种小米 这个会比较难 适应这个地利 土地的部分 是 所以现在除了小米之外 像其他我们刚刚提到的 红梨或树豆 也在不同的时间吗 还是它有一个轮座吗 或是同时间在处理吗 种吗 红梨的话 红梨它跟小米的生长期 是一样的 一样是只有春座跟秋座 春座是从1月到5月 然后秋座是由7月到12月 春座是4个月的生长期 秋座是3个半月的生长期 小米跟红梨是一样 一模一样的 以前我们在种红梨的时候 红梨以前是小米田旁边种红梨 因为鸟不喜欢红色的 对它是 红梨是哪里 红梨是哪里七底的 七底赶鸟左右 对 几年前有人问我说 红梨你要不要 我还说我不知道要做什么 对 那现在红梨是一个非常养生 然后它的上次纤维 它的盖子非常高的产品 然后现在国人也慢慢的 主动到这个部分 也是供不应求 是 那树豆部分它是由 它要清英节以前要种植 它生长期是一个月 一年 一年 对那它有分为 白色的 红色的 黑色的 台东一号 二号 三号来区分 就是农改肠 当然研发出来的 然后编号的 是 那我们传统的那个树豆 我们自己原住民用的是 如果是按一号二号 它是属于第几号 有这样吗 没有 其实我们传统没有 我们传统是找它种 种出来三个颜色都有 都有 是 然后个别拉出来 还有其他什么 混色的 有橘色的 或者其他颜色的 是这样多彩 多元的 然后什么颜色都有 对 是 那想请教一下志强 刚刚提到那个红梨 红梨也有做这样的 创意料理吗 你们目前 除了小米 我们看到这样 红梨有搭配进来吗 目前红梨还在研发 因为我们目前还没有 一个学历 我有听说 市面上好像有红梨面包 还有红梨 红梨洛神面条 对 还有红梨的蛋糕 是 面包 面条什么都 现在慢慢的一大堆的食品 都有出来 是的 所以我们目前就是 以小米为一个 目前现阶段 在现阶段 目前小米现阶段 是为主来先做这些 创意的料理 可能以后就会 红梨进来 素豆进来 甚至于其他 我们原住民的 传统的作物 可能也包含那个 芋头 或者是其他的 等等这些 搞不好 连那个丹 那个吃葱 就变成佐料 也不一定 很香啊 那个 对啊 好 那我想这个 刚刚有提到一些困境 就是我们在推广的时候 有的人都一窝蜂种植 然后呢 市场也不了解 那可能我们要再休息一下 那后面呢 我们来看看 小米的产业啊 将来再推广这个 这一块了 有没有可能变成就是 部落里面 新的一个经济的价值 的作物 不是只有 像以前老人家 只是哪来酿酒 哪来煮野菜粥 哪来做阿外而已 那以后变成小米 是不是会是 或者是红礼 或者是树豆 这样的传统的作物 会不会是将来 部落的未来 这个产业发展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作物了 我们这个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一起来 再来讨论这一块 谢谢 欢迎回到 东海岸之声 我们今天呢 谈到小米创意料理 跟推广了 那节目呢 做到现在呢 刚刚呢我们听 我们两位贵宾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 也吸收到很多的 他们的经验 那我想呢 在这里再 请教我们志强 就是说 刚刚我们提到的 你们成立代耕队也好 成立这个公司 农产公司 成立产销班 那又去帮人家种 或者是说 你们怎么样子 就是说 能够让更多的人 跟着你们一起来 从事这个农业 或从事农作物的种植 目前在部落里面 面临的困难 有没有碰到一些困境 譬如 有人种吗 还是机械还要花钱呢 你们的经验 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 我现在目前面临 我觉得在自己的乡村里面 无法去推广是 我们对于人 人员方面 人 我们讲的最初的是人 我们在推广这个 很多声音 在我们一个部落里面 希望说大家能跟着我们一起走 一起经营 一起努力 对一个团队 很多人都有个别的声音 无法去凝聚起来 这是最严重 因为你人力 人心 如果有凝聚的话 会被捧 就像我之前说 会被攻击 你攻击 我们就会人力 就会分散 分散很多事情都做不出来 就会变成独立了 我又独立 想让大家一起进来 努力 往这个地方推 我们大家一起走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 有一些人的想法 他想要 支出钱 你去做 那这样 有些很多很多想法 导致好像变到最后 还又是我自己一个人 那凝聚不起 所以变成就是劳力不足 对 劳力不足 还有那种认同的 也慢慢慢慢的在成立 但是还不够的 还不够 是这样子 所以现在大部分的人 都在部落里面 除了这些人力不足 那有没有人从事 譬如说加工啊 或是什么的 现在部落里面 有在从事加工的吗 种了以后 加工这个部分 是有些有 加工 可是都比较去向于 比较 主要在做的 是 像你们的产销班啊 你们有成立产销班吗 像那个农机械啊 是个人出吗 还是这个班 来一起那个的 世忠你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也要感谢我们的 京丰相公所 我们京丰相公所 有八个产销班 每一个产销班的机具 都是京丰相公所 特别编写预算 来购买的 等于是公所来辅导 对 我们公所全部来辅导我们 那这个机具部分 所以这对我们 有心要务农 想要把这个做好的 会减少很大的负担 解决了很大的 这个资金的问题 很贵 那我们重新务农的 像有脱力机脱口机 中根机 这个财产都是公所的 是 然后它 我们来使用 然后可能 可能这个产销班 可能不需要用到这个 或它暂时用不到 它会用 互换的方式 如果说我喷肥机 这次我有六台 那你可能用不到六台 那你拨两台 给这个材料班 拨两台给材料班 它每半年 会掉材质 你的设备的使用率 跟需求率 那可不可以互换 因为所有的财产 都是京丰相公所 他们对这个区块 他们做得蛮透彻的 也让我们减少 非常大的负担 所以他也用这种 就是说不要让那个机械 闲置在那里 然后也调查 然后呢 互相的 让它使用到最好的 那刚刚有提到 像那个加工的这个部分 也一样就是 有加工的一些机器 所以你们现在加工到 到什么程度 如果说我们按照 一级 二级 三级的话 这三个 这样子的一个 产品的 推广上来讲的话 以你们的产销班 你们现在大概是 会做到哪一种的 产销班的部分 它比较趋下去生产 最多就是到一级的部分 产销班来做 就是种植生产的这个部分 产销班是负责生产 种植 然后做一级的加工 例如说洛神花的干燥 小米的脱力脱壳 还有红里的进烤箱的干燥的 或脱力壳的部分 这是产销班比较大的作用 它是有一级的 像二级的部分 我们的成立的新公司部分 他们会有后续的加工部分 对 因为一级是原料供应 二级的生产它的技术 会比较严格一点 然后它的要求会比较高 然后它的利润的部分 也会稍微偏高一点点 是 获利比较高 但正常就是你要下很大的成本 当然啦 这个成本包含可能就是 积蓄 要资金啊 甚至还要去学嘛 是 你要做加工啊 做蜜件啊 做果酱 甚至一到三级的 你要很多的 导安解说的要去学习 是的 对 把文化的什么通通要加进来 是的 所以这个 像您刚刚讲的讲 你们的公司 这个因为部落青年返乡 然后成立公司 我看部落里面也没有很少人 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了 要不要分享一下 目前你们的公司是农产公司吗 是的 它跟产销班有什么不一样 是 我们公司它的 其实我们是一个团队 从两年前 我一个人慢慢来做起来之后 发觉一个人真的 还蛮辛苦 一个人的能力 就只有到 到达 任何个程度而已 然后我们再慢慢的找 志同道合的人 刚才是先找志同道合的人 来一起一起做 所以 然后分成区块 它负责生产 那它负责加工 它负责行销 然后它负责不同的东西 然后我们产销班 负责的原料的供应 我们生产 然后有生产完毕之后 生产加工之后 加给公司 我们代根队也是负责生产 它不止只有种植之外 它还蛮大的一个用选 就是做 它在做荒地复根 刚刚有提到 我们部落有很多的闲置的农田 因为老人家身体 没有办法复刻之外 我们代根队有下去做荒地复根部分 我们把还不错 还有不是那种苍天大树那种 是之前有根种还不错 我们再稍微整理一下 种我们原住民的小米 红鱼 树豆 若神花 这十样 种完之后 我们该给地主的利润 我们最主地主的利润 我们第一个 它有一点资金进来 第二个 它的地也不会闲置在这里 我们的 还有我们契作农库 第三个 我们原料的供应是契作农库 我们不是就金风乡 我们南回四乡镇 都有契作农库 有不同的产销班 来跟我们来合作 供应我们原料 或者是其他团体 或是有一个部落的一个头 来服务者帮我们 来服务者协调联络 提供我们的原料 来做我们这个销售 加工的一个部分 所以你们现在就是服务的 就是南回四乡都有 是 都有合作的农户 是 那你们现在面积有多大 有计算过吗 面积部分我们这边还没有的 确实的计算过 但我们的 单从一个小米的亮点来看 去年我们一年是20吨 今年我们需要的量 要突破到40吨 才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越区 其实台东的消费能力很强 我20吨还没有办法走出台东 所以讲起来就是说你们是市场有 但是小米反而供应不及 供应不及是对 这才是我们成立代根队 成立产销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好我们节目慢慢接近尾声 留一点时间给两位来做结语 我就说依你们的经验 譬如说怎么鼓励青年回乡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分享一下你的看法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 很汉汉出状元嘛 很多事情刚回来 这个务农这个部分 不要怕辛苦 那我也是希望说 因为我自己也在外面工作过 真的回来了 也不要怕人家讲什么 很多事情就是要靠自己去努力 要去坚持 那其实我自己也有一些弟弟们 也是在鼓励他们 很怕辛苦 或是这条路 他们觉得很辛苦 现在年轻人 青年人不大能够接受的部分 很直接的 就是工作太辛劳了 在台湾底下 他们没有办法长时间 或者是一下子 没有办法能够接受务农 这两个字 所以我想说 旁航出状元 只要坚持到最后 就是你 成果就是自己的 成果就是自己的 好 施忠 你怎么看 就是说小米产业 是可以变成部落的 经济的收入的来源 是 以你个人的经验 或者说你怎么样 鼓励我们部落的青年 跟你们一样 这样子回到部落 又可以帮助老人家 又可以把小米的文化 继续的传承下去 你怎么看 是 像这个部分 这边想 跟我们这些 部落的青年 部落青年 还有预备要回来的青年 几个建议 第一个就是决胜点 当人在休息的时候 你还在努力地做 当人家做一下 拿杯子 吃鸡饺的时候 你还在努力地做 就代表说 你付出的比别人多 你的一天 是人家的两天 或三天 他们说 我一天做八小时 应该 对 你是应该 但是你跑在人家的前面 这是龟兔赛跑的故事 你很强 但是我慢慢地做 总会比你还要快到大达终点 第二个是组织化 一个组织可以互相地学习 互相地包容 互相地成长 能力一定有限 可能这个组织 会有不同的声音 但是互相地包容 互相地前进 会把 是一个拉一个的动力的来源 别人看到 会想要进来你的组织 这就是我们 后续成长的模式 就像我们原本就两个人 三个人 四个人 像我们整个team 有六个人 平均年龄是三十岁 是 很重要的 有赚钱的 一定有赚钱 这个是最重要的 你看 从你们的脸上 你们的笑容 就看得出来 真的是比上班还赚钱 OK 好我们今天节目 就到这里 差不多要告一段落了 非常的高兴 看到我们今天两位 部落返乡的青年 我们金峰乡 部落的青年 回到部落来 从事小米产业这一件事情 成立产销班 成立代更队 成立了公司 然后在部落里面 我想这是他们非常 成功的一个例子 谢谢各位 今天收看我们东海岸之声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